针对民进党的姓平事件 我要再度跟受害者 以及台湾社会致歉 这已经是连三日为了性骚事件道歉 党主席赖清德亲上火线 临时开放媒体QA 本来说只有一题直接加码 民进党严肃的面对每一个案件 不会因为考量到选举的因素 而有任何改变 谦卑再谦卑 就是因为民进党的性骚案练环报 从一开始导演辉哥被控性骚 女党工事件还被压下来 到前党工指控遭同事性骚 时任主管蔡慕林检讨受害者 第三起组织部林南顾被控性骚 还有党工说 募集蔡慕林在违反他人意愿下实质紧扣 以及青年部女工读生 称被侵略名嘴约泡汤调戏 主管不处理 发言人也遭性骚被要求扔难 女党工也控遭到装脚拿性风戳凶 民进党女议员禁止报警 三天内报了期见 甚至其中辉哥蔡慕林还反而喊要提告 就是不想再先波澜 总统蔡英文也在前一天发文致歉 身为前党主席则无旁贷 要表达最深歉意 谢谢勇敢说出来的人 让我们有机会反省错误 总统三文女性你怎么看性杀了案 我们对于受害人的经历 都感到相当的不舍憾痛心 我想我们应该给予最好的保护 而北市老检处也到民进党中央进行稽查 民进党说会配合规定三室内完成自我检查 服务院党齐喊林永远直判不止选前出现 TVBS新闻离过这里就很特别报道